光除了照明 也能讓藝術品亮起來 文創團隊將藝術家熙松的作品 匯聚在LED的光板上 熙松就開玩笑說 他好像出了一系列會發光的書 這是藝術家熙松描繪觀音閱讀新進的樣貌 他與文創設計團隊共同合作 將作品與光板結合 轉變為可以隨身攜帶的燈具 也可以展開成為三角錐 放在桌上成了觀賞的藝術品 生命需要光這件事情 而剛好這個所謂的卓裕 他們所做的這個光板 想要用一種光帶給家庭一種和諧 而不只是一個照明而已 結合藝術以及生活科技 挑選稀松畫作 跟書法作品中合適的圖像 反复修正 融入LED特殊光板 發展出不同系列的光作品 呈現出簡單細緻的美學 用光展現了另一種文化創意 文創文創就是把非常有體育的文化 把它用創意的方式表現出來 這次他們幾位藝術家 設計家 我想真的做到這一點了 透過光的再創作 讓西松的作品產生不同的韻味 方便攜帶的外型 就像書可以任意翻閱 西松跟出版界的朋友開玩笑說 他出了一本會發亮的書 美金作品裡面的導光片 具備了數百萬個微小的三菱鏡 光線透過折射 讓光板能長時間運作而不發燙 實踐綠能環保 從生活中常用的光出發 照亮空間也照亮了藝術 我呢 散明